第312案至第37案 经议决通过 审查第3审查会第31案 议决请市府参考办理 审查第4审查会第6案 议决通过 是下午继续审查第1审查会 第1案 基隆市市民顽固贵文金 发放自治条例 以上报告 好 各位董人 没有问题哦 好 好 我们警察是等阳议员 这个问题哦 我们在这地方讨论了 这么久了 其实我们 社会处长已经讲得很清楚 这市政府送出来的东西 在他们的会议里面呢 会议记录 我们在早上还有人要发言 好 没问题哦 那我们叫医事组的会议记录 我们通过 我们继续审查 基隆市民 保护维文金发放的自治条例 那么在早上登记的 还有韩良吉韩议员 跟陈龙仔陈议员 然后还有杨师陈阳议员 我们现在先请 对对对 陈志诚陈议员 陈志诚陈议员 先请再请韩良吉 议员 谢谢大家 在座各位 大家有安 我想 这个 我们检队 伺征所谓 我们要拿这个 自治条例的修正案 原因就是什么 你看有人 先刮纸起来 用对 靠好够 靠到发育 发育好的地方 所以不知道 按这个 十万 这个保安 因为 这个 这个 以前 没有做很多的贪图 直接过去 怎么就直接 对保险 人员做了 就直接直接来做 其实这个中间 有矛盾的地方 因为矛盾的地方 就是在这里 他说 这个 两万这个保安 我们 等于是 跟这个 跟我们新生儿 出息 两万 啊 就是说 人员过去 政府 刚才在家 有发生这台 包装 抓紧的 意思是 是卫文心的性子 啊 这个十万的保安 因为 两万 卫文心 正当时 差不多 约衣瓜 也是同样 十万的 另外 这个十万的保安 其实是 中途做的 中途说 它有特别的需要 经营特别 更慈善 所以才 这个十万 所以这个十万 定义社会救济的一方 所以 我在想 我们当这台 大家都说到 很多 有一些 这个延伸 过度 其实就很单纯 就是 卫文心 跟这个 这个 社会救助金 进行的问题 所以 我的意见 是 第二条 大家一般没有什么意见 嘛 后边 第四条 一 后 第三条 第三条 第二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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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条 第二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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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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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条 第二条 这条 这个 基隆市民 意外 救助办法 基隆市民 因为 意外死亡 救助办法 市政府 前提 另外定 一个主题 第二条 那村的部份 就是 卫文心 第一条 第一条 就是 第一条 就是 东署 西方 發佛 一般 西方 卫文心 西方 就是 卫文心 兩万 村的部份 就是 西方 包括 主人西方 和 意外 因為 意外 部份 這個部份 就是 金柳 小村 你去 去 定 釣雷 時 對 總統 可能有的不用多 可能 三萬五萬六萬 增加這些 給他 還有如果有數 比較多 比如說 我有聽這個 金柳人說 水風是三十萬 不如說 你管家 有的 很困難 比較多 要就 但卻 這兩萬 我們已經 給他了 這兩萬三萬 幾百 這樣才給他 有一個 斟酌的餘地 看的這個是 這個 低收 中低收 還是說 中 雖然超過 中低收 但是 其實 以這個中低收來說 因為這樣 發生下去 生活很困難 家的生活 資助的人 不去了 所以 再加一些 用來 我們 斟酌他的需要 給他金額多少 所以這是另外 在另一個 自治法令 針對 這個意外 死亡的那個 我們的 救助辦法 我想這樣子 我們大家也圓滿了 市政府 希望說 可以 省一些錢 用在那裡 這個部分 我們這裡就挑出來 挑出來 但是我們不是照市場 你暗示說 總共省起來 十萬都給它 就變成省 六十萬 可能因為這樣 我們這個 救助辦法出來 如果說 因為這樣 幫助 更多有需要的人 其實 比較 沒關係 如果說 這個 真的有需要 過期 我們發十萬十萬 結果很多是不需要 因為我們可能 無省到 一千空六十萬 可能生存 三百五百 這也是錢 這三百五百 我們用對 用對 吉他家 譬如說 右拖 用對 福老家的可能 幫助更多 按這個 我們安省省的 一千空六十萬 它會發揮最大的效益 我現在這樣 真正 我們市場 用這個 我們的遺選 來做事情最好 所以 所以 我看起來 就是 中國 我們所有的 動員 希望 希望 修改 比較符合市民修 這個部分 我們都涵蓋得到 這樣我們後面 我們就 結論 就是 冠軍 說 村的後面就是 你後面開火 無論在台火 還是 看我們 我們大家的意見是什麼 你後面的臨火 還是後面的台火 我們現在 市政府 去除這個 基隆市民 意外深固 救助 辦法 或者自治條例 把它拿出來 讓我們心裡 我想這樣 大家都 我們意見 都檢控得到 所以 我們 並不去順利 市民 任何一些 地道 感覺很安慰 感覺政府有天 做的事 這種 很緊張 我想 大家 接待 反省 這樣 美教有得失蹤 我請 請大家來做真正 謝謝 好 接下來我們請 韓明議員 再請 陳東來議員 謝謝 主席 首先 我們應該回歸 社會處 提了 1060萬 是不是 1060萬 也就是說 我們依據 102年 103年 104年 3年 意外 死亡人數 102年 69人 103年 82人 104年 106人 也就是說 社會處 把這個10萬 是乘以106 變成1060萬 1060萬 而我們照 很公平的狀況 應該是採取 平均數 平均數 是85點多 將近86人 所以 如果說 全數 商除 不排富 也不排平 也就是都不考慮 全部一律2萬塊 我們省下還是 850多萬 860萬 不是 1060萬 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呢 我們 預算不是扣打字 也就是說 我們預算 不是這一塊餅 就是你 社會處 30億 就是30億是你的 事實上 市府 預算制度 應該是 我究竟 我的需求 然後去分配 所以就算 我們今天 能夠省下來 1億060萬 這1億060萬 都社會處的嗎 不應該都是社會處 所以這整體來說 第一個問題 本席是 跟社會處建議 就是說 我們同仁 一定要搞清楚 亡顧 慰問金 跟亡顧 扶助金 兩個是不一樣的 亡顧慰問 慰問就沒有排平排富 慰問就是 你是我市民 我就該怎麼樣慰問 而不是你是我市民 你今天富豪 所以我應該慰問不一樣 而這個 這個 乞丐 慰問就不一樣 這是不對的 所以呢 本席特別建議 社會處 把這亡顧的 慰問金 改成亡顧 當然 社會處的想法是 扶助金 比如說我想法是 寄助金 這都無所謂 都無所謂 都很好 但是呢 整體來說 我們預算 到現在 我們在討論這個 預算的問題 似乎先早 似乎先早 因為我們9月份的 臨時會 照道理市政府應該 針對它的預算規模 跟計劃 已經在那時候 在發生中 也就是說 包括你們提出 你們預算規模 跟你們財政小組 審議中間 這次發生 這發生 這時候發生的時候呢 我們應該針對 這時候發生 你們的有沒有排擠狀況 這個排擠 會不會造成你們困擾 來做討論 來做討論 所以呢 整體來說 第一個 從四個月 改為三年 這似乎很長的一個變化 這很有檢討的必要 第二個部分 來說的話 我們 就算 這平均數85個人 除非它全部是負的 你才會 income 850萬左右 否則 發生意外的 只要有 中低 可憐人 你就不會有 850萬的收入 等於 尊結850萬 所以這一些呢 根本是 是一個鬧笑話 今天我們討論 這個是等於笑話 你究竟可以尊結多少 我的評估 300萬不到 我的評估 300萬不到 因為你尊結 把牌服都排掉 我要你排 全部排掉 你不可能意外死亡 85個人 86個人中間 你全部是富人吧 你也不可能 你也不可能 我們知道發生意外的話 大概富人發生意外 跟窮人發生意外的比例來說 可能2比1 窮人可能發生兩件 富人只會發生一件 所以大約 你尊結下來 了不起 了不起 大概500萬 所以這一個討論 結果討論那麼冗長 我們為了多少錢的爭議 而我們 我們既然可以 作為一個有為的政府 對我們的市民朋友的慰問 何樂而不為 何樂而不為 而且對我們的預算 雖然它可能是一個預警項目 但是這個預警項目 在假牙 在領長 在三結慰問機 在各種我們市府 花費的這個 費用上面來比較的話 可能這是一個最小項 這幾乎是所有可能 運警項目的最小項 而我們花了那麼冗長的時間 討論這個最小項 這不是浪費公堂嗎 我們在 就像早上講的 大家都是 什麼槍蟲動物 是吧 我認為是香腸動物 絕對不是槍 槍蟲動物是不對的 所以說這一些來說的話 本席認為我們可以停止討論 如果你們市府 針對你們的預警項目來說 有意見把它全部研究清楚 然後向本會提出 我相信我們瑞智的所有的同仁 一定會一定會 因為在我們市府財政發生 有困難有排擠的狀況之下 我們一定希望 我們所有錢可以用在刀口上 既然我們希望所有錢可以用在刀口上 就不要討論這個 那麼可能沒有必要的問題 謝謝 好 我們接下來請陳同臺陳議員 再請楊師陳陽議員 謝謝主席 其實這個問題已經談了兩天了 包括今天看法是兩天 那是我第一次發言 我的看法是這樣 法是不是不能修的 一法院也常常在修法 不合適合的法可以修 對不對 那麼大家爭議的就是各個意外 意外這個死亡板的問題 其他大家都沒有什麼爭議 只不過是意外 是意外跟自然死亡的差距 我認為 我們應該要進入實質的來討論 把他這個問題我把它處理 像這個新北市我剛剛查了一下 內容區他還是自然死亡跟意外死亡也是兩萬塊 所以我認為我們這個法應該要把它修改 修得比較下當 謝謝 好我們接下來請楊師陳陽議員 一位死亡喔 我們市政府還是要擬定 一個標準的辦法 你像台南呢 圍貫大樓發生這種意外事故 一下子死了一百多個人 死亡一個人就是兩百萬 重傷的五十萬 輕傷的二十萬 那個沒有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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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基隆市政府 根本沒有那個標準的辦法 所以在意外死亡怎麼樣發放 其實我們這個案子 以前最早的就是市民意外保險 沒有人要標 沒有人要標 沒有人要標之後 就改成衛生金 叫衛生金 這個衛生金 你不要把他拿掉 衛生金意外死亡 你不要把他拿掉 這是一個很奇怪的一個想法 處長剛才講了半天 這個是你們行政會議開下來的一個結果 你也不敢 我們在那邊講了 每個人想法都不一樣 本席在這地方建議主席 我們這個案子 留到大會跟市長講得清楚 看他怎麼做回答就好了 他也不能做決定 你自己的檢討根本也沒有 每個人提的意見不一樣 本席在這地方建議 請主席裁脫 謝謝 好我們接下來請莊榮堅莊 王議員 謝謝主席 我想對於我們市民的頑固慰問金 我想他的全身是我們基隆市的市民意外保險 我想在民國92年那時候市長 來訂定了這個全面意外保險 所以就是要保障 我們市民朋友 萬一有碰到意外 可能在這個慰問金 可以來 全面意外保險可以來補助 但是因為 這個後來 兩年 一間是國泰 一間是新光 有來承包這個全面意外保險 那因為 保險公司是營業單位 認為在 在承包這個我們基隆市民的意外保險 沒有利潤 所以後來就不保 由我們基隆市政府來做這個 亡顧慰問金的這個發放 那當初也因為有 保險公司來承包這個意外保險 市民碰到意外保險的時候 要申請理賠 那個手續非常隆長 那個時間也非常隆長 所以後來就不保 因為他沒有利潤 表示當初的市政府 幫助的市長他的看法是對的 因為要保障民眾的 這個這個 如果發生意外 可以來政府來協助 後來張市長也 循著這個這個 許市長的腳步 也一樣來做這個意外保險 但是到了林市長 上任的第二年 就把這個意外保險要來取消 我覺得非常遺憾 非常遺憾 以基隆市政府的預算規模 一年有大概180億左右 1060萬對於基隆市政府 他的財政 我想沒有什麼影響 沒有什麼影響 但是最重要的是 因為有這個 亡顧慰問金 能夠如果經濟比較弱勢的一些市民 碰到這種緊急狀況 碰到意外事故 我們市政府可以適時的 伸出這個援手來協助他們 當然 這個有討論的空間 但是不應該 把這個亡顧慰問金 12萬的這個意外 這個亡顧慰問金都取消掉 我認為這個是不適當 我想每一屆的議會 基隆市政府送到議會 退回去的法案 退回去的這個這個這個 知識條例多得是 所以為什麼不能退 絕對可以退 退的原因是因為 你們所訂定的 只有單一穿口 我想所有同仁 是一致的意見 單一穿口是非常好 但是涉及 由四個月變三年 我想也有同仁有意見 那本來意外保險12萬 現在一般死亡2萬 當然這個都有意見 我想政府是站在 怎麼樣子照顧民眾的 這個這個權益 照顧民眾的 這些相關的這個這個事項 而不是以保險公司 他自己營利為目的 所以保險公司 跟基隆市政府的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這個 亡顧慰問金我想這個 不能相提並論 所以在這邊 希望說 本知識條例 就市政府退回 然後做個 我們同仁所提出 這麼很多的法規意見 你好好的來演繹 再下次會再送過來 我們再繼續來討論 所以本期 主張這個 這條例應該是要撤回 謝謝 我想是這樣 大概歷屆以來 基隆市政府的財政 每況愈下 那我們在幾乎每一屆每一次的大會或臨時會 尤其是定期大會 在財主單位報告之後 那麼我們都一而再再而三的 要請市政府的財主單位 那麼一定要 講各局處的這些預算 能夠縮減或是想辦法開源結留 開源結留 那結留當然是有包括 很多事情 積少才可以成多才可以結留下來 不是說這個案子 那麼只有多少 那個案子很多 然後少的就不用結留 我想市政府大概是基於這種想法 所以會提出這個 自治條例的修正 這是第一點 那麼第二點就是說 當前天我們在開始審查 議案的時候 這個案子一送進來 我們也經過一整天的討論 那麼結果 我當主席人就終結 各位同仁大概就出現在三個地方 那麼就第一條跟第二條第三條 這些就包括 自治條例 慰問金的修改還是 另外一個就是說 意外 死亡的 數額 慰問金的數額要減少 跟一般一樣 兩萬 第三個就是 辯民能夠統一 變成一個單一窗口 大概就在這三件事情裡面 那經過我們討論之後 我們認為說 齊頭是只有 照顧到 只有一般 全部要改為 跟一般的自然死亡一樣的兩萬塊 我們認為不公 然後 而且會 影響到一些 我們 低收入戶 跟中低收入戶 還有一些 中低收入戶的 邊緣的這些 比較弱勢的這些 這些 這些家庭 那 單一窗口 大家都沒問題 所以 我在前天 我就做成決議 那大家也請市政府 那麼 在今天早上 那麼 我們 把 這個 修正 請他們說 是否 是否 將 低收 中低收入戶 以及 邊緣戶 納入本安 然後再繼續討論 再繼續討論 再繼續討論 所以 他們今天 就把這個 所謂的 也不是說 還有什麼修正 還有什麼版本 都沒有 就是說 把這個文字的總整理之後 然後 就送到我們議會來 因為在法理上 他們 提案 修正自治條例 他們沒有辦法說 再重新再修 再修正提案 那 所以他們今天文字總整理之後 然後就送上來 就是在 今天早上 那麼 我們同仁的發言之後 我請他 引用到各位的桌上的這一份 如果今天 我們請他回去 那麼 沒有 再把我們 那 當天 前天 13號前天 我們所做的這些 有共識的這些 將低收 中低收 然後 邊緣戶這些 提出文證總整理的時候 那 我們才有把他 退回去的理由 今天 他有照大 意思 照我們的意思 我們 前天 我們各位 同仁花了一整天的時間 來 詳細的討論之後 那麼 他有提出 再把各位 所上所拿的這些 低收 中低收入戶 以及 包括 他現在的邊緣戶 我們認為的邊緣戶 的 弱勢 弱勢家庭 他有送上來 所以 我們是沒有退的理由 我們是沒有退的理由 那 頂多 我們各位同仁認為說 如果今天不審 那 剛剛我們同仁有講 那我們就請問 李大會 請市長來問他 說 他做這些 他要做這個自治條例 修正的 的政策在哪裡 是這樣 是這樣 我想 我想是這樣 我們想 我要必須要先跟各位同仁報告 大概意思就是這樣 所以 我們是認為說 沒有什麼好退 因為要退的話 那天我們就是 送上來 好 大家全部的意思都一樣 認為不同 好 我們就把它送回去 那天是經過整天的討論之後 大家大概 心裡都有 都有數 就是認為說 在第二條裡面 這個 低收跟中低收 跟便利盈護 我們認為說一定要拿進去 所以我們體系這些 生活上比較困難的這些家庭 遇到意外的話 那麼 我們可以再繼續給大家 一、十二萬的補助 應該原意要在這邊 我們必須要進去 我們也都不要意氣用事 好 那我們請韓良請韓議員 我就程序查詢一下 我們接到事務的所有提案 我們應該是他們 必須完備他們的程序 對不對 他們的程序呢 像這種自治條例 重大法規 我們今天 名稱修改 要不要經過事務會通過後送議會 如果 名稱都修改了 沒有經過他們事務會通過 直接送我們議會審議 我們議會會接受這種審議嗎 我們不應該接受這種審議喔 所以是不是說明顯 他沒有問題 他只是文字總整理 我們提出來 這個 沒有沒有他名稱修改 這個都還沒有審 不是 他的名稱修改了 沒有沒有 這個都沒有 這個都沒有 市民亡顧 輔助 自治條例 這個我們都還沒有審啊 市政府要經過他事務會議通過後送議 韓議員我跟你講 你所謂的衛文金也好 他們所說的這些什麼 輔助金也好 或是如果你剛剛講的 要用什麼金也好 事實上 衛文金就是衛文金啦 也沒有什麼衛文金自治條例 就是衛文金自治條例 有時候 為什麼 你有錢人 我不見得我要給你啊 我就把你設限 我就認為說 誒 誒 誒 就是我們自己 一般意外所 我們認為說 一定要 一定要 要有這個排庫 所以我們才會把它定位在 這些 排庫條款 把這些拿進來 所以 至於說 什麼衛文金 輔助金 或是現在什麼什麼 什麼救濟金 都一樣啦 都一樣啦 也沒有說什麼救濟金 沒有分什麼階級 沒有 沒有這個事情啦 沒有 我跟你講我們基隆市 有這一個兩萬塊 還有把中低跟低收跟 全國各縣市 沒有一個縣市這樣做的啦 沒有一個縣市這樣做的啦 老實說 更不要說以前 齊頭市 每一個都12萬 庫人也12萬 沒有排庫 更沒有啦 我必須要跟各位報告啦 那至於說 各位同仁如果 是不能退 頂多 最壞最壞就是提大會啦 然後由 由市長來報告 由議長來 來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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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才是 那這樣好不好 好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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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本案全部提大會 那接下來 我們再請各位同仁翻篩 追查請預算 那麼 動保守 動物保護防治所 請各位同仁翻開 最佳請預算16-3 請各位同仁翻開 請問一下 各位同仁 東保守 他有 有一個報告 都放在各位桌上 那上回我們是挺他桌 做一個配套措施之後 那麼 來跟我們做一個報告 我們再來審議 那現在請東保守 陳所長你說明一下 主席各位議員 東保守陳律賓在這裡報告 就我們要從 這個動保法修法 就是在104年他已經修法 通過在106年 就明年的2月4號 所有的犬貓 犬貓到了松鎖之後 事實上是不可以做安樂死這個動作 那目前我們的認領養率 就在利用各種管道 措施下 它的認領養率大概是 達到6成7 那以今年來說 1到6月 也就5月結束啦 這個認領數字 認領養數字是達到421隻 可是 禁鎖的數字 還是有630隻 過去每年就算 最少的禁鎖量也 幾乎要達到1200隻 那出鎖量的話 過去的出鎖量就只有 安樂死一土比較高 那認領養率其實是不高的 所以在各種努力的狀況下 我們必須思考我們的收容空間 只剩下 大概就現有的寵物銀行 也是全市唯一的松鎖 也沒有民營松鎖 在這情況下 它只能收容大概 以現在的現況是大概到150隻 那其實它試單量是100隻左右而已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我們思索如果要擴建一個松鎖 譬如說高雄燕草它新建了一個大型松鎖 大概1000隻的收容量 預估的金額大概是1億多 那1000隻我如果去分析的話 在我們的禁鎖量每年如果達到1000隻的話 它其實認領率再提升 它大概在兩年到三年還是會爆 那爆的時候還要再思索下一個松鎖 而松鎖並不是大家喜歡的地方 那現在我們的配合措施 其實最重要就是說 一般人知道的寵物登記 其實寵物登記在目前來說 是強制要做的 只是說因為積察人力的不足 而且我們並沒有納入 譬如說我們把動物還是視為物的時候 它並不是像人一樣它有戶籍管理 在沒有這個管理之下 有人會心存僥借 雖然我們動保守在今年1到5月1到6月都到目前為止 強力取締利用下班或者是假日也出勤取締 總計已經裁罰400多萬 其實市主他的心態還是認為有抓到在說 事實上我們現在有的法令也是 它有一個勸導期 它絕對不是說抓到馬上可以罰 所以這部分其實在法令上還有許多要改進的地方 再來就是說 動保法也強制絕育這件事 我們也非常落實的去做這一塊 也就是說 任何只要有繁殖能力的狗貓 我們基本上不同意它免絕育 所以一定要絕育 那再來就我們的配套措施 還有包括嚴格管控寵物 繁殖買賣業的 就店家的增長數 也就是說我們會盡量 不核發這個寵物繁殖跟買賣 因為以收容量那麼高來說 嫩養流浪狗是 嫩養收容流浪狗是唯一最理想的途徑 然後我們現在要思索就是說 在松手無法無限擴大 又要兼顧人民安全的狀況下 戶外的那些流浪狗我們要怎麼處置 現在戶外的流浪狗 我們基本上傾向就是說 將它在當地就完成絕育 當然在絕育過程 我們會評估這個動物的行為 如果動物行為是會攻擊人車的 這個勢必一定要移除 如果不移除 這是我們政府的責任 就是絕對不能讓它傷害到 所有市民的安全 這是最重要的前提 當然在這個實施的狀況下 還要有一個 我們會盡量觀察 在當地觀察到那些動物 還有配合那些愛心人士 來觀察它到底是不是 確實危害的權質 來做精準的捕捉 不要像過去環保局 他們是把它當作廢棄物 通報就抓嘛 可是去抓的都是乖的狗 並沒有解決到那些追人車狗 它還是在外面 它的基因很強大一隻繁衍 事實上那些狗也不好抓 所以我們現在會強調 把那些追人車的 危害這個環境安全的這個 犬貓把它捕抓 那這些犬貓到中所要怎麼處理 第一個就是我們會有管理員 做親人的訓練 就是說盡量讓他跟我們培養感情 如果可以合適 可以給人家認領養 就推管認領養 如果不行 那就是我們會想辦法讓 他有一個私人收容處所 或什麼私人的場所 場域用圈養的方式 絕對禁止他再犯出去 那對於如果說隨意 將狗絕育然後隨意亂丟的這些人 我們依動保法是棄養最險 我們可以儲到最高15萬元 這個我們也是強力執行 像有一個愛心媽媽 在上上個月 他就是餵養那個會追人車的狗 然後我們就把狗抓走 他硬要領養 我們限制說一定要動保 那裡有中所 但是他堅持領養 單天就把他也犯了 所以我們這一件是保的最重15萬 因為他的惡性是非常重大 那些狗翻出去之後 又咬三人了 所以這個我們是重乘重罰 對 以上 檢要的報告 好 那我們上回我們同仁有想 講到什麼TNR 這一部分你們現在 農委會現在怎麼做 明年開始你們要怎麼做 那你現在有沒有在做 目前齁所謂的TNR就是說 就我剛才講 單地的野犬 就已經在野外繁殖的野犬 進行絕育啦 就是絕育的動作 其實他講TNR就是說 T是捕捉 N是那個絕育 R是把他再放回去 目前台北市 台南市 台中市 他們都是臨安熱死的縣 還有台北市 都臨安熱死的縣市 他們每年編列大筆的預算 是在做TNR這一塊 但我們基隆事實上 還沒開始進行 因為缺乏這個預算 所以基本上我們 有持續在跟農委會爭取 今年是爭取到95萬 我們市府要出資20萬 然後農委會會補助75萬 總計是95萬 就是會由那個 動保團體來做TNR 所謂的TNR這一塊 那這個我們也有行為給農委會 農委會也認同 認同這樣的做法 是一個理想的配套 當然我剛才有前提有講到說 這些狗到了野外之後 牠其實不是野犯的喔 野犯是我們還是會 依氣氧罪檢來罰 也就是說當地的狗 如果是突然從 譬如說台北市要做TNR 是所謂犯到基隆的話 那都是重罰 絕對不是所謂的TNR TNR是指 當地已經野外繁殖的野犬 不是說所謂的 做完絕育之後 隨意野犯 這個是 不是正式的 也不是對的TNR 它叫做惡意氣氧 這個我們動保所是會強力取締 所以你們目前 你們目前TNR 抓到然後結紮然後再放 再換回原地 換回原地你們有沒有植入金片 金片植入是誰的名字 基本上目前 14TNR 他們很多是在野外直接做 沒有帶回收容所 因為中所是基本上 鑽不下 他們請向 農委會也是請向說 有的話哪里在野外 找 譬如說李明會談 直接 就把手術台都搬去那邊直接做 那至於要不要植金片 事實上農委會他的解釋 以現在台北市 新北市的做法 他們是有植金片 但是不登記 那我這邊的做法 我傾向是認為 有植金片 而且要登記 為了是什麼 是為了方便要管理這件事情 如果說你只植金片 不登記 那事實上台北市跟新北市的狗 很多都跑來基隆了 這個我們抓過好幾件 我們根據金片號碼 因為他沒有登記 我們根據金片號碼去查 廠商到底是那個賣給誰 然後才查出是哪一個送所 還是哪一個團體做出來的TNR 來聚於處罰 這個我們也罰了好幾件 有植金片 沒有登記 對 目前外縣市做法是這樣 我們要植金片 也要登記 是 以後如果也放在那個地方 譬如說你要登記 林六昌的名字 還是登記你陳主任的名字 目前的登記 是以那個協助的志工 也就是說哪個團體在來做 又登記他志工的名字 但是他是不是士主 其實他不是士主 農委會有解釋 法院也有解釋過 因為士主在動保法第三條裡面 士主是指實際管理動物的人 如果那些野犬事實上 是沒有實際管理動物的人 所以是沒有士主的 所以這個部分 就算他有登記 其實也沒辦法認定是士主 是 是 那有登記 那你們各個地方 那現在來加上人 加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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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加上人 你跟我們同仁講清楚 好 等一下你先說一下 好 好 我們請楊思成 楊議員 這個所長啊 你們真的是很用心啊 動保團體跟你們合作無間 TNR問題在於也放回去以後 所發生的事情是誰負責任 剛才主席已經講重點 他們動保團體是不希望 讓犬肢被我們市政府做安樂死的處理 所以後面有研發一種叫做TNR 現在還有TNVR 無關你怎麼用 那個人不可能 24小時看在你正義的地方 繼續觀察這些狗 什麼時候發神經 狗會發神經啊 看人摸不摸 看著吃東西摸不摸 看著小孩要幹掉 什麼時候要發神 你等發神的時候才來處理 才來安樂死 我看你的內容就是這樣子 我們要做到防範 防範事情未發生之前 這叫市政府要做的事情 發神事情還要處理 你沒有把這些可能會發生事情的東西先排除掉 所以我在這地方跟你建議 要從源頭控管 什麼叫源頭控管 你說你能力不足 這個是很要緊的事情 裡面都在關心的事情 鄰長一定知道 每一家每一戶 誰家有養狗 警察有通報的人 一定有資料 哪家有養狗 這家養的狗呢 他習慣性的到處亂放 他家的狗 牠的時下 牠的時下就牠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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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母親被汽養的都有了 還汽狗算什麼 我在跟你講說 人有管理 狗犬貓一定要把它列入管理 因為牠會危及到人的安全問題 所以你就是必要管理 就像槍枝一样的管理一样 槍枝也有管理啊 槍枝也有管理 只要这个人养了 他就必须要登记 必须要决议 决渣 你要做到这一点 你要整理这个资料 你要公告期 你都不在做 你跟他说我能力不足 那些领长 他会给你资料的 他会给你资料 你按照这资料系统 现在都电脑了啊 全部把它输入进去以后 几个月以后完成 你的控管 哪一家狗 有没有结渣 有没有晶片 你拿个现在都用扫描的 你一扫就知道 他们家有没有 金片 没有金片你就要处置 该罚就罚 你要公告期 让市民知道说 你不可以失智 失智喂养 狗会老 一定会老 我到十八年要死了 我们娶一个小孩 一会两会之后 他爬爬爬了 十几月之后 你不用烦恼了 但是狗的 越老你越爱照顾 因为他没有鼓水啊 没人要插他 你可能他拼掉 狗的尸体处理 到哪里处理 到哪里处理 要不要处理费 你吃你的鼓水在鼓水啊 不要在身上社会问题啊 到死去 要收掉啊 有的人 互不拼啊 他到家去 他才到富年甘没去 那才到家去 吃起来哦 有可能吃起吗 不 一定给你野放 到你外面野放产生的问题 谁负责任 要追头 就是 我电脑制 要建党的 你到的狗 想必要护上来最好 你家是为什么 养什么样的狗 只要清清楚楚啊 都让你不够 所以你要从源头开始建立 你都在末端处理啊 永远处理不完 所以你后面说 变的什么 整个就做 整个就做金那些 你够你虽然要做什么 你的源头控管啊 源头控管以后 你的数量就会慢慢 问题慢慢减少掉了 不然要求你去大门店 市区啊 你把它变得滚下去 那些人力啊 现在有动跑这么多的志工要帮忙你 你又现有的行政的单位就是 也有卫生局也有警察局 也有林长 你能够好好用啊 不是叫你自己一个 你自己本塑在那里抹啦 你一个塑多少人可以抹 我的意思是说你源头你如果没有控制好 你后面永远在盖 你在盖几栋 饭店给他住也住不住下 也住不完永远永远解决不了事情啊 我本期在这地方建议 源头开始控管 源头开始控管 饲养人没有控管的话 你永远处理不了问题啊 抓到重罰在澳洲啊 抓一次跑出来 听说重罰就是三万块 第二次抓到以后双倍 然后又处死 他在无人家狗也处理不了 澳洲路面看不到 你台湾你如果不可能存在南村台了 狗也出来就不去了 虽然流共流去台 但台湾不能抬 人家安乐不能安乐死的 非常注重狗权的一个国家 所以你不重罰怎么可以 这些费用从哪里来 这些费用从哪里来 当然要从他们身上来啊 现在动保团体都出钱 真的是他们很拼命啊 在做这个希望狗只犬只不要安乐死 他们一直在诉求这个东西啊 达到了啊达到了 政府要彻底解决问题 制定一个方法来做控管才对啊 以上跟您建议谢谢 好我们接下来我们先请李美玲理议员 再请李明治议员 大家好 有关于这个 动保所 首先我要跟那个动保所 的所有的这个 不管是一世也好 或者是人员也好 要致意哦 因为你们的努力 虽然在经费非常少的情况之下 你们的努力 而且每一次呢 办活动啊 你们都会 呃 来协助哦 然后呢 来宣导一些 甚至呢 来注射这个 呃 这个 结扎啊 或者是这些防疫的疫苗 所以呢 让我们基隆呢 其实在这一方面 应该做得还不错 只不过哦 真的做得不错 而且你们真的很辛苦 我们也知道人力非常的缺乏 只不过因为在人力 这么缺乏的情况之下 我们刚才看到哦 这个 你们又追减了好多钱 你们追减了非常多的钱哦 那追减的话 我 我们看了一下呢 你们追减的话 很多的 的名目 其实很多的科目 都是中央的规定 所以中央相对都会给予 给予这个经费的补助 预算经费的补助 那我不知道说 未来是不是我们这个 动保所是要 解编还是 缩编 我们把所有的 几乎啊 几乎哦 几乎是 一些的 事务费 事务费 还有一些临时的 业务费 我们都把它 追减 追减到 包括这个 我们这样的养护费啊 追减到 只剩下 中央的补助款 地方的补 地方相对编列的款项 全部都删掉 我不知道这样可以吗 中央给你这个补助管 如果是多少 我们要相对编列多少 你现在利用这个追减的 追加减预算的这个期间 这个机会 你把 市府应该相对编列的 全部追减 可以吗 这符合 预算的精神吗 我不太清楚 但是 你所有的 几乎所有的都是这样玩的 这样可以吗 你的所有的事务费 我们来看 离一般的事务费 以16页至第9页 至9页到第10 11 只要追减的 几乎都是这样 一直到14吧 14没有 有些是追加 只要追减都是这样 那我不知道 国内旅费 那就没有了 国内旅费 你还增加 那其他的话 你都是这样 这样可以吗 这个是不是 等一下主机是 还是 这个 不是主机 应该是财政 财政处要说明吧 中央给你补助款 我们不是本身要 相应的 相对的 是要有编列吗 我们怎么可以利用追加减预算 把我们要编列的 原来编列的 我们全部都给他删删删 全部都删呢 删到你只剩下中央的补助款 那表示你这个项目 这个科目是不是你不得不做 而是或者说你只是在应付中央给我们的补助款而已 有个交代 实际上这个业务是没有 那如果是这样 那我就建议你 建议你 这个应该算是我们产发处的 建议你如果是这样 那今天追加的 追减的所有的科目全部在下个年度的时候 编列的时候全部砍掉啊 对不对 你只不过应付中央合并呢 你就请求中央把这些预算播到你们需要你们要做的业务的向下 科目向下的话 对不对 每一项都是这样玩啊 连还有一个 连还有一个 你们自己都觉得 我也不知道你们这个编 好怪 来 你临时人员的酬金 你在16-5的时候 你追减 追减4992 然后你在16-6的时候你追加14万2000 这是代表什么意义 我不知道耶 这个有什么不一样吗 也不对 你这个是暗日愁 这个暗日暗鉴记愁的 也就是你不愿意 你在这个 你追减的这一项 然后你在暗日记愁的 你追加 也就是你不在你们自己 等于说你跟外面 合作比较多就是了 然后你减少你们 那就表示 动保守你是未来是不是要减编 你们是不是朝这个目标 等一下是不是要说明一下 因为你今天整个的 这个预算的编列 不管你是追加也好 追减也好 但我们觉得你们可能 未来是要朝向减编的立场 然后有可能是未来要跟外面的 这个相关的 的这个动物医院啊 来做合作 有可能是这样 如果是这样 其实你们可以明白的告诉我们 我们刚才也有提到啊 非常多的这个义务人员啊 非常多的这个 喜欢动物的这个 协会啊 什么的相对 如果是这样 我觉得市政府你有义务 要民事 而且要告诉这些 现在在动保守工作的人员 必须要让他们有机会 去寻找出路啊 如果你不是这样 那你干嘛一直追减 对不对 这个很怪的一个 很怪异的现象 如果是这样 那你现在就要把动保守的 所长说啊 阿伯可能就像你这个 所长的你会比较 没有没有手 没有那个 没有手 没有手 对不对 你要跟他说清楚 然后让他跟他底下的人 讲说 让他赶快去找出路 否则的话 你今天不可能做这样的编列 我觉得 而且你看这么多的业务耶 这么多的事物耶 你这样变 我就觉得怪怪 所以等一下可不可以说明一下 还有 动保守未来何去何从 如果要解编的话 赶快趁早宣示 让他们还有点 时间 去找 不然你临时的话 你看我们怎么可能 我们于心不忍呢 现在要找路 现在要找对不对 你不可能叫他自己去开动物医院 也不可能 所以等一下处长要说明一下 谢谢 跟李议员报告 他桌上有一张 给我们这个 第二页 他不是要说编 他要扩编 你没有看到吗 购入土地费用多少 新建费用多少 医疗设备费用多少 人事费用多少 资料 要一亿多 没有啦 他是说 你在他的报告里面 他是要扩编啦 有啦 这个我看过了啦 不会啦 我们都 好啦好啦 不是我们两个在开杠啦 我们请林明志林医院 我们在怪他为什么追减那么多啦 好啦 等一下请他说啦 谢谢主席 我想 动保所 也先感谢动保所一下 因为在16至13号 这本席当初这次在林志大有提到的 据本席所了解 犬猫的绝育计划 我们今年度编的20万 早在3月24号就用完了 就用庆了啦 那现在就追加20万 我觉得这应该要支持啦 因为如果照这样推算的话 应该在8月前就会使用完毕 但这一笔20万预算 我想应该是属于家猫家犬之类的 那 引起大家讨论的部分 在这个所谓的 TNVR 本来上次开会是讲TNR 那现在多一个V 就是接种疫苗的部分 我想必须再做一次 我们再做一次观念的沟通啦 那这次预算是编75万嘛 我看起来 我想有个重点 可能大家先理清一下 所谓的T大家都知道就是捕捉嘛 N是绝育 但是有个观念的重点要讲清楚 在绝育的过程中 绝育的人士未来不管是委托动保团体或受医师 受医院或者是我们动保所 这边的人员来做处理的时候 他们一定会必须要做一个动作 所以要确认这个动作 就我们在绝育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个犬之或猫之 他在当地有没有所谓的伤人性 在很多英国保加利亚那边的经验 他们只要有这些伤人性 他就把它隔离起来 所以那时候我们的收容所就会产生作用 也就是说如果依照动保所给我们的缩帖 他现在删减掉所有动保所的扩建的一个编制 就是不让他再扩建的 但未来动保所的收容所的所谓的这个未来功能 应该是导向你未来做TNVR的时候 发现那些会伤人的犬之或猫之 要把它送到这边做管制 那如果这个方法是成功的话 我们这样讲依照相关文献来讲 你们协标科技90% 要相关的文献来讲 71%到90%之间 在五年做好的TNVR的话 那个当地的区域的犬之跟猫之 流浪犬之猫之会大量减少 那会达到我们管理流浪猫狗的一个目的 所以我们特别强调 如果要执行这个东西 我想要请你们考量一个部分 因为你们经费是有限的 那基隆区域大概有七个区那么大 那我在想你们是分七场分十场 还是能够就把所有的经费 集中在某个区域先试办 如果你要试办 我欢迎你们来软软区 先把我们先试办完之后 我们来看那个成效是如何 基本上在相关的数据跟学术报告的检验上面 它的显示出来 TNVR是可以有效的减少流浪猫狗的繁殖 进而达到我们管制流浪猫狗的一个目的 所以本席在这边赞成这样的一个预算的编列 也呼吁各我们同仁一起来支持这样一个提案 那这是我特别强调的 未来收容所的一个功能 不再只是安置那些被捕获的那些流浪猫跟流浪狗 而是来管制收容那些可能有伤害性的流浪猫跟流浪狗 这才是未来这样整个方向的症结 以上提供大家建议 好 还有没有各位同仁 没有 我们请陈所长 你对于我们刚刚同仁所讲的 包括我们杨思腾杨议员 林美玲议员 还有林敏仕议员 好 主席各位议员 东保守这件报告 有关杨议员的提案就是源头管制的部分 事实上就是说我们 在昨天也透过中华民国社会社工会全国联合会 向中央提出建言 希望能够将宠物登记纳入户籍法管理 也就是说将来宠物 宠物不再是物 它是你人 它必须要在户籍里面登记 包括宠物的出生 异动 死亡 这些都必须要跟着户籍来 移动 这样可以完全强化 宠物就是源头管制的功能 当然再来 我们的处罚也会加强 就是说力道会再加强 也就是民众看拒宠登或者看拒绝育的部分 我们一律是处罚 以今年来说已经处罚 为绝育的部分有四事件 总共处罚220万 这些都是经过 劝导经过一个月以上 仍然拒绝做绝育 我们就直接处罚了 目前是采最低是5万 将来也许在024收容情况我们会提高 也许采最重罚则到25万 另外宠物登记最高是1万5万 我们也会研究以最高罚则来 赫止这些非罚则 再来就弃养的部分 目前也是以3万到15万 我们也会研究以最高罚则来赫止 所谓的弃养这些恶劣的行为 在有关 呂议员所提到的预算的部分 跟呂议员报告一下 就是说本次追加检预算 完全是追加检中央的补助款 包括领务局农委会 还有盘检局的预算 那中央补助款在去年的时候 大概八九月 他会来一个公文说 大概会给你多少钱 那是一个大概的数据 那在年底我们会提计划 那在今年他就会核定那个计划 那核定之后 他会调整那个科目 也会调整我们提报的一些数额 因为他认为 他的中央补助款是有一定的金额 也许有人计划 他提的是着重在哪部分 他也许是益株那边 但是基本上我们被追减最多的 是属于松索改建的部分 因为松索的改建 原来他给我们预估额是370万 但是因为后来农委会派科长 到我们重阳做视察 他认为那个地是属于山坡地 那到底能不能盖 必须要先做先期规划评估 所以他先给我们总金额是87万 那我们市府要配合那个17万4 然后中央是补助69万6 那这个就是有关我们市府的配额款的部分 在中央补助我们都会相对提配额款 这个部分是没有说为了规避 就是说我们想要把那个 我们自己配合删减掉 事实上是没有这样的事情 这个也可以请那个财政处或主席处来查证 因为我们所有的预算都是按照这个 会计法在编列 那再来就是说有关林明志议员提到了 这个对于未来如果说做这个野犬绝育的部分 我们强调就是说他不是野犯 他是当地已经存在 在桃园的那个园长前阵子他自杀了嘛 他有一个遗言是写说 生命没有什么不同 其实他的说法就是说 其实狗猫他也是一个生命 那未来我们这个通保法的修法的概念 其实就是我刚才有讲到 就是说他我们不要再把它视为是一个物 他是一个有你人权的一个概念 也就是说将来他的管理 他就像我们的家人一样 管理纳入负集法 严格控管 就像德国他们就是这样的做法 那有三人性的权 既然不是野犯 他是当地的野犬 那有三人性的权子 我们势必是要移除 刚才我最早在报告那个措施的时候 我有强调 就是只要是会追人车会三人的 这些我们势必就是移除 不管不管动保人士或爱心妈妈怎么说 我们就是一定要移除这个三人全猫 对 以上报告 好了 不要再说了 还要再说 你一边要说一边举手一边拿讲电话 数三项喔 数下这样你就没有资格喔 一二 好 李美宁理员 那个所长喔 那个 你看十六之九页喔 我列一下你们的说明喔 追减 其中一项 那你就看每一项都是这样 好 不然我们 喔 来 追减喔 追减水产动物疾病防治计划 所需的 中央补助的是三千 我们原编列三万四 对不对 我们相对编列是三万一 所以你追减三万一 就是把我们的减掉 接下来的追减的 这个续情动物疾病防治追减进化也是一样 中央补助细轻 原编列四万四千元 你追减四万元 好 宠物及野生动物疾病防治计划 本府编列 本府配合款 中央是补助八千 原编列是十六万九千元 你减掉多少 十五万七千元 就存八千 中央补助 所以我没有乱说话 还是你的说明没有说清楚 对不对 所以我现在讲的你的一般事务费的这一项下面 所有的追减 全部都把我们原来 我们编列的预算 全部追减去 只保留中央的补助款 这样可以吗 这样可不可以 我不知道 处记要说明还是财政要说明 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是这样 表情就是你们要解 你们也准备要解编了吗 不然你全部啊 再讲一个 十六知识业 人畜共通知动物传染病防治计划 也是同样 中央补助三千元 你原来编列二十三万元 你现在追减多少 二十二万七千元 啊存三千元 啊三千元就刚刚好中央的补助 啊如果是这样 所以你把这些东西 所以如果你们等于你们再玩一个游戏 你们 把一些东西多多多多的这个增加 对不对 然后未来你才挪到别的地方去 然后呢 你们被追减了 只保留你中央的 这样可以吗 财政法上面可以吗 主计你如果这样的话可以过吗 如果 如果早知道是这样 你就不用啊 这个科目你全部都不用啊 对不对 需要用的你就叫他用 你现在现在全部都是这样的 你这个事务费哦 这是做事情的事情哦 会的经费哦 事务费 这叫做一般事务费 是做事的经费哦 啊你全部都要就表示你不需要了嘛 所以你才你才会在你的里面 你的人员的里面又追减了一个四千九百九十二 我是不知道是怎么样 但是至少 至少你让我看到的就是 你这一次的追减是非常非常奇怪的 那他的奇怪的优异在哪里 我当然还要回去再研究研究一下 可是就觉得太奇怪了 这样子符合预算编列的这个的意义吗 还是我不知道这个程序有没有怪怪的 你你刚才跟我讲 你说没有啊 我们只是把中央没有补助的 有啊你现在追减以后就只剩下中央补助的啊 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了解了那你再帮我们说明一下 我真的不太清楚谢谢 好 有没有家通人 没有 要不要请主席室讲一下 哦 好 主席室长 董事长 对我们刚刚李美玲医院讲的这些 你应该知道吧 好 说明一下 还有各位义座 大家好 那针对刚刚屡义座所讲的部分 就是动保所这一次的追减的编列情形 事实上 事实上哦 今年的追加减的部分 事实上整个除了 除了统筹分配税款的部分 统筹分配税款的部分 因为有增加一些经费 所以会编一些 一些道路的维修经费 那剩下是配合整个中央补助款的一个 实波情形 就是它的合列情形做一个调整 那今天如果没有反应在追加减的话 到时候动保所也是要报一个垫付程序 因为如果没有配合到我们大会 或是临时会的话 它到时候还是要报 依照垫付款的处理办法 还是要报到我们 我们议会来 同意之后 它才能做处理 所以今天它如果这个部分没编 那追加减还是要做垫付程序 我先承明这一点 那刚刚屡义座所讲的部分 就是几个计划部分 事实上它整个部分 就成如刚刚动保所所长所讲的 因为我们的预算编大概在八九月 那它这个部分都属于计划型补助款 那所以他们各个单位都要依据 都要提计划跟中央要钱 那这个部分跟中央要钱的话 规定预算法规定 一定要透列预算程序 所以当初他们提了计划 可能他们出估了计划 那等到那个中央一定是 我们后来议会审议通过了 那等到中央的时候 接到他们计划的时候 等到他们实际审核通过的时候 都已经是我们预算审议通过了 所以今天各位议作可以看到 它的文号都是105 1月以后的实际数字 所以会做一些细部的调整 它可能计划部分的话 它没有合那么多 所以它做一个追减动作 那今天刚刚屡议作所讲的那几个计划 比如说那个水产动物疾病防治 就是15、16、19页的部分 水产动物疾病防治计划 这个经费部分 当初我们105预算是编3万4 那3万4全部都是中央的 那今天因为中央只补助3000块 所以它追减3万亿 那其他的情形也都是这样 所以它并没有说 因为中央给多少钱 它一定要编这么多钱 它不可能会去做一个调一动作 因为也没办法执行 以上报告 好 没问题哦 好了啦 你不知道吗 好了啦 好 我们里面您离言再讲一次 再讲一次就好了啦 不好意思哦 我记得以前我们在审的时候 全部都是追加 就是中央给多少的时候 我们追加进来 我们一个科目就是这样啊 你这个的话 我觉得太离谱了啊 怎么可能你全部追减这么多 而且如果 我还是搞不清楚 为什么追减这么多 因为以前我们就是一个科目在对不对 做的计划不够好 所以能让中央觉得 我不要给你这么多 这一点是这样嘛 第二点就是这个中央跟我们有仇 对不对 不论的话怎么可能 这就两种嘛 而且这个是很异谱耶 你想想看 这个都是非常大量的 这是大量的 这个简直 你说 好 随便 二十三万的 你剪 剩下三千块 你要做什么 是不是这个计划就不要了 二十三万你剪到只剩三千块 这个计划就不要了嘛 还是这个活动不要办了 有这样子吗 有这样子吗 那三千块可以做是吗 那你怎么交差 三千块怎么交差 我不知道耶 你有办法吗 神仙老虎狗 二十三万的计划 你现在剩三千块 都保守你们那么厉害喔 三千块的计划你可以完成吗 三十七万的 三十八万七的 现在 今晚就出 出什么 出万三 三十八万七只剩一万三 你可以做吗 这个 这个太离谱了吧 对啊 还有 我们议员讲的一百六十几万存 老爸 那你要怎么做 怎么做 还是只是一个形式上的 如果这样的话 那明年度的预算 我们大家都让你形式上的做 是是很省预算啊 问题事情没有办法做啊 所以 如果 如果 那个主计 你在 刚才是主计嘛 如果你在审查 你觉得这样可以的话 那表示很多事情也可以这样做咯 也就是说这些计划都不要实在的去做咯 我现在质疑的是这个 我觉得这是很荒谬的 我觉得这是很荒谬的 有办法吗 二十几万 变成三千 你还可以 落差这么大 现在不是打一折 现在不是打一折呢 打一折也可以做 这不是 主席你也 你来问问看 这个可以吗 这不是真的我爱说话嘛 这是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去理解啊 这样的计划 我们 我们很多耶 一二三四 五六七八九 十 十一 十一个计划都是这样的 你不觉得这好怪吗 所长 你觉得怪吗 你们的人是神仙才有办法做得出来啊 像连狗都没有办法 因为狗也要吃 三千狗也没办法对不对 所以一定要变成 主席你要解释一下嘛 对不对 你请他们解释 我觉得这没有办法去理解这样的事情 谢谢 好不客气 跟李远报告 终归一计划 他年纪写的计划 乱写啦 你知道吗 真正的啦 第一点就是绩效不好 第二点就是计划乱写 乱写一通 所以你中央来的时候 他本来是要给你这些钱 你计划提报上去 乱写 第二点 就是 有些计算中央 農委会补助得到哪一个补助的单位 被删了剩下一点点 所以他就给你 一点点 你这个二三万 你要办一个计划 里面它是什么 诶 一次二十三万 里面只有干什么 文具纸张照片冲洗 图书 有点 一个小小的一个计划 他你以为他要办很大的计划 家伙欧白色啦 你清除中央補助的当中 我现在就是要说他们 现在他们就是这样 家伙 不要报 乱报 还报到这样 太扶了 去到顶头去 减 减查下去 搜下去 欺负他嘛 简单说 没有一个单位 没有人是这样的啦 我跟你讲是比较快啦 好啦 我们请林处长 你是督导单位啦 你这个计划 他们计划没有写好 你有责任啦 这样子啦 一位可能对整个计算 这个大概有点 不是很清楚的状况 因为疫情 现在这样子 我们防疫的东西 实际上是跟着时间 大概就在随时在变动 因为有些东西情流感 有时候是口蹄疫 有时候是 是那个什么狂钱病 所以他有一些计划的东西 报上去的时间 跟他现在要防疫的重点 可能有一点不一样 所以他在核定计划的时候 就是现行的 像我们那个 那个屠宰 亂屠宰的那个东西 几乎是零的嘛 当然他计划整个把你砍掉 甚至砍到一点点 他都会把重点去做转移 会随着疫情的变动 然后把重点放在哪里 那这里面的话 因为有一些 实际上真正整个一个追加的 就是说现在中央是重视的疫情 是禽流感 他就会把禽流感的东西摆比较重 其他的疫情已经不会发生 他就会把他散减下来 所以整个计算 偷偷加起来 实际上才减掉45万多 因为他会把有些东西要重点发展 中央政策 重点发展的东西 就会追加 是这样 所以说里面有追加有追减 是这个原因 不是说计划乱写 也不是 这个东西是有他的因为疫情的需要 然后来便利 这个是比较符合实行的啦 没有以后我们会更精准一点 好 谢谢 对 сн 对啊 就是乱斩讲啊 没אש 也 Hide 哪 好啦 我們知道就好啦 以後你 廠話處 你們是督導單位 他們只成立兩年而已 所以有一些方面他計畫不大會寫啦 老實說啦 如果你說要轉掛議當然要掛也不可以 但是 欸 督導機關是 督導單位是 是 廠話處啦 所以他們不來經過令 你就要照我調啦 我要叫一個守衣 要去寫那個無語 基本就不要寫了 亂寫 好啦 我們開始 我們先從16至3啦 欸 拜託 今天讓我來玩一下 好不好 欸 沒人啊 沒人 好啦 不要跟他計較 反正 對於我們陳處長 跟同仁說的這個 你要包括 剛才我們李美玲議員說的 包括楊思成議員 明明是議員說的 你要積極辦理啦 好 好 那個 那是建設局 嘿嘿嘿 我自由調侃總可以吧 建設局的局長 請你們多多保安 好 好 16至3 16至3 16 我看應該這個追檢也沒辦法 這個錢也沒力了 我們就剛剛我講的說 以後就請他們去去去去去去去 追加是沒有多少 好 那我們 16至3 4至5 6 7 然後就把這個 到16至10 到16至14 好了 那我們就叫他追檢 追加 我們李美玲議員 簡單喔 好 簡單的意思就是說 他今年都不用做事了 所以他把所有的加班費 全部都刪掉 然後呢 他的人員的待遇的話 他也刪掉 所以這個 今天就沒做事了 這個 鎖啦 這個鎖 就不用做事了 對不對 不然你連加班費 全部都刪掉啦 加班費啊 單價這個 這個是全刪喔 全刪 對啦 所以我就說你今天 就不用 所以我覺得 真的是 主席我跟你講 他那個也是 他那個也是 上面補助的 你剛才說到哪裡 雖然暖下 所以你要 要給他懲處啊 好 懲處 懲處 那個什麼 針鋒室還是什麼 要給他 提交你們事務匯報啊 怎麼有人這樣 十幾個 十幾個計畫 全部都被剪成了 對啊 我們不用做事了 好啦 以後請 秘書長口頭警告 好 朋友你通過 十六至十五 一字組 十六至十五頁 一般建築及設備 建築及設備 追加預算數合計87萬元 追檢預算數合計 387萬元 設備及投資 最佳預算數 87萬元 追檢預算數387萬元 十六至十六頁 請參議 請審議 有喔 我要說 你看 三百七十萬 預算科目修正的原因 是因為中央可定的工作項目 以研邊列 預算的用途不符 所以被三百 追檢三百七十萬 那就是我剛才說的就是這樣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說你都不該死 再來說 藏花處 進行要打牌 你知道嗎 就是要了解啊 沒有 我們上班 我們就像山路 都去做這個局長 好啦 沒問題齁 好 我們通過 好 那歲路的話 我們也是照案通過啦 好 沒問題齁 好 謝謝 我們審查會到今天為止 明天我們各自自由考察 謝謝各位辛苦 然後星期五早上九點半恢復大會 請各位主持 謝謝 找人坐下 坐下來 神尊 四… 正借的, clam遠足 … 剛說 問問書 ,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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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